大家好,我是国际指挥学会的讲师,我叫做湖泊 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谈一谈五曲心 希望透过短短的影片给大家有效的掌握的方式 以及明确的方向去掌握五曲心这颗星药 那理解五曲心或是理解每颗星药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看这颗星药的阴阳五星 以及它化气为什么 那五曲心的五行属金,它的阴阳属阴 是一种又可塑性的金属 接着我们谈到这颗重要的化气 化气是一颗星药的核心价值 五曲心的化气为财 如果我们要赋予五曲心一个形象 它会是在前线的冲锋陷阵的将军 忠实、刚义、坚持重承诺之纳达纳 尊奉你的号令和命令去执行它的任务 当然如此,这样一板一眼、硬帮帮、死板板不够柔情的态度 也难免会让它觉得不好亲近、不好沟通 而让它有孤寡的特质存在 实际上五曲心并不是不能沟通 而是你要务实的踏实的一步一脚印的好比建立SOP上的模式 一点一点的跟它沟通 让它理解 要是你能够取得它的认同 它会是你很好的后援 它是你很好的后盾 就好比打造这种精工饰品 其实它会有一定程度的制成 而这些金属始终都是可缩的 有可缩性的 五曲心是指挥斗书明定的其中一颗财心 它代表的财是正财 什么是正财呢 就是你需要务实、踏实、以不以脚印付出劳力、心理 甚至流血、流汗所换来的财 那既然每一分钱都是它这样子 流血、流汗、务实、踏实、打拼、赚来的成果 那五曲心自然它的形式作风就会相对的很务实 它会希望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 而这样的特性很多人怕它视为小气或者是守宅一幕 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是五曲心务实的个性使然 如果有需要你好好的跟五曲心沟通 它其实并不是小气的人 讲到财、财心、重心大家会开心 那讲到财的话 自然大家会觉得越丰厚越好 那自然就是代表财的这颗五曲心 如果它能够跟征服 代表征服的比如说露存 或者是这颗心药 五曲心直接划入 那自然是再好也不过的 如果又刚好进入了命宫跟财宝宫 那基本上你就是一个有劳有得 虽然工作上面需要投注很多的心力 可是你会赚取到成果的一个人 不要觉得这样不好 这事实上多的是努力之后没有成果的人 五曲心实际上只要踏实稳定一步一脚印 如果五曲画路或者跟路纯放在一起 放进到对的位置里面 其实就是它的收获是可以预见的 然后它里面付出是可以有收获的 一体两面五曲心自然不喜欢 可能杀心啊 或者说五曲心不喜欢画技啊 基本上这样的状态就是直接可以判定为破财 这样比较起来好像破财的几率或容易程度啊 比赚钱高很多 这其实也是实话 因为其实本来花钱就比赚钱简单很多 接着我们看了五曲心这样的特质放进12宫 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显现 然后大家也可以拿出这些命盘来核对一下 看看有没有符合 那我们讲到命宫啊 命宫谈的是什么 命宫谈的是一个人的个性 他的形式作风 还有整体的特质 那化气为财的五曲心境 为了命宫呢 其实你的个性的刚毅啊 坚持一板一眼 一步一脚印 兄弟功能代表我们谈论了什么 父母的感情啊 与妈妈相处的状态啊 然后与同性别 守族相处的状态 那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到了兄弟功期 基本上啊 你的守族人数可能不多 那再来的话来讲呢 妈妈呢与守族的彼此之间相处起来的话来讲 个性可能会觉得比较硬一些 那夫妻功呢 我们谈的是感情的态度价值观还有状态 如果呢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了你的夫妻功呢 实际上呢你会希望你的伴侣呢是一个务实 然后对生活有想法 然后愿意努力的人 那当然啦 你们在金钱上面的这种态度价值观啊 价值观的磨合会需要一段时间 子女功呢我们谈的是教养孩子的态度 以及价值观 性生活 还有财库 那在教养孩子上面呢相对的比较没有弹性 比较一板一眼 所以难免导致呢亲自之间缘分有可能会比较浅一些 那新生活上面呢可能比较没有情调会直奔主题 那在资产的配置上面呢 你要去注意一下周围环境的变化 那财博功呢我们谈的是理财的能力态度价值观 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了你的财博功 基本上呢你会是一个很努力很拼命赚钱的人 其实要跟我们谈的是使用身体的方式体质还有身体的状态 当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你的结合功 通常呢你的骨架是稳固的 但是比较过度的使用 那你重点呢要去保养你的肺部还有皮肤 那牵蝇功呢 他谈论的是呢外人怎么看我出外的状态 还有我内心的想法 当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了你的牵蝇功 外人呢会觉得你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 如果需要的话其实你也很愿意在外面奔波 补义功谈的是呢人际往来之间的态度 价值观朋友之间相处的状态 以及异性别的手足 那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了补义功 基本上啊你啊朋友啊在朋友之间啊 你与朋友之间或是你与异性别的手足之间啊 都蛮愿意就是一气相挺的 可是脾气都不太好 那观入宫我们谈的是对于生活中心的态度 价值观已经当成的状态 那化气为财的五曲心进入了你的观入宫呢 其实基本上你是很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 以及生活的目标努力认真打拼的人 天才功呢基本上我们谈的是价值背景 比如说你跟家人之间相处之间的态度 价值观还有状态 还有呢是你的居住环境 你的财库 这个位置呢如果是化气为财的 五曲心进入了你的天才功 其实基本上呢你在家人相处之间啊 又或者是说呢资产配置上面 难免的比较一板一眼 在居住环境上面呢你会去强调重视使用性 佛德功基本上我们谈的是精神灵魂的态度 以及价值观 还有状态 还有来财方式以及其状态 那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如果做入了化气为财的五曲心呢 基本上呢来财为正财特质 付出财会有收获 那老年的状态之上的话来讲 如果你还很执着在就是赚钱啊 或者说财务的掌握之上 难免呢会比较辛苦一些些 就是我们说的劳努无名 为什么劳努无名呢 因为你不懂得享受 还去在意那种一些 一分一好 然后钱要花来到口上的状态 可是如果是说你想服的话来讲 是不是有些呢 并不是可以用钱单纯去衡量的开销方式 这是要注意的事情 父母宫呢 他看来是与父亲和长辈的相处 态度 价值观 以及状态 那当话气为财的无取心进入你的父母宫呢 其实基本上你会觉得你父亲稳重固执 然后不好沟通 那彼此之间相处起来 有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热络